我们每一步尽量将脚放在楼梯的前面 上的时候每一步是不要很大的,不用拼命的 那个膝头和鼻梁的眼睛的望内是不会超越的 现在是不是超越了?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你就看到它不超越 每一步都放平来走就可以了 不要让楼梯影响我们每一步 是我们主宰,你喜欢大部小部全部由你个人去主宰 不要让楼梯影响,比如楼梯级很阔的 那你从这里也拉到这么阔? 楼梯很小的,你就跟着一样 如果楼梯合理的,你就照样走 如果不合理的,你不要让楼梯影响到你们 因为你永远保持这个概念就是 那个膝头不要过我的鼻梁的距离 你们走得很舒服的了,上楼梯我们要懂得省力 所以每一步只要放松,将身躯上去挺直的 这样插着要慢慢慢慢上去 这样你们就会走得很舒服,很轻松 只要你走也不累,在100公里运行者的路上 你根本就完全不用担心 小小步放平,不要夹尖,不用夹的 永远是放平,慢慢上,放平的慢慢上 这样一步一步就行了 如果是阔的,你可以两步三步走过来都还可以 走两步三步都还可以 就不是让楼梯一下就带到你每一步 这样就辛苦了 好了,当不是楼梯的,好像那些不规则 或者天然的斜坡和上落的斜坡 也和楼梯一样,基本上把步伏慢慢放松 反过来就不需要蹬直的脚了 只要曲曲的脚,永远放平 不要踩起尖来走,放平就行了 只要慢慢细细步 这样脚直慢慢上,慢慢放松 做着深呼吸,有需要就做深呼吸咯 放平的,慢慢,不用吊起竹 慢慢慢慢你就会上得到的了